不嫁豪门不嫁教练,嫁给平民的五金王,拒绝百万王冠,婚礼一切从简,我们都知道运动员的吸金能力是很恐怖的,有的运动员在自己夺得冠军的时候,各种天价的广告代言和奖金,他们不仅仅是很大的改善了自己的生活,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,趁他们为小土豪也不为过,很多的运动在自己赚钱的巅峰期间,花钱也是如流水一般。 结果就是导致了自己的积蓄全部的被花完,然后在自己退役后生活都得不到保障,今天我们要说这位奥运冠军叫吴敏霞,他在国家队的期间,拿下五枚奥运冠军的奖牌,吴敏霞自身勤简朴素,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吴敏霞的身上,很少发现夸张的服装和首饰,每一次出门的服装都很简朴,也很得体大方。 不像别人,花枝招展的,这或许就是中国女子该有的品质吧。 吴敏霞的老公张孝成,为了让吴敏霞有一个难忘的婚礼,光是一个钻石王冠就二百多万,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,这绝对是梦想中的幸福,可是一向表示婚礼从前的吴敏霞拒绝了。 对的,大家没有看错,吴敏霞拒绝了价值百万王冠,说不用那么的奢侈,这完全是贤妻娘母的女人啊。 很多的网友都声称,能娶到吴敏霞这样的女人,一定是上辈子参与了拯救地球的行动。 当然我们也能听出,这是对吴敏霞赞美的调侃,也祝福这对有情人越来越幸福。 请不吴敏霞。